主要是谈 无生法中不见有菩萨难行苦行 跟无生法中不见有佛的菩提转法轮 若菩萨生难行苦行 则不能度一切众生 就像世间的小事 你认为很苦很难 有时候就不容易有那种 很坚强的意志力 有时候就容易半途而废 那都不容易成就了 何况成佛道 这是显过非 显示他过失 如果心生难行苦行响 就不能够度一切众生 那应该要怎么样正行呢 行正行呢 就要卑至双运 要以欢喜心来立众生 那这个因缘是什么呢 就是要有大慈大悲心 与众生如父母儿子挤身下 何以故 父母儿子挤身 他是很自然而然 就产生这个慈爱了 并不是说要推就 还要算计 怎么样才对于有帮助 才起这个爱心 不用 他自然而然 那就生气了 那不只是对父母儿子挤身 这样子想 菩萨善修大悲心固 与一切众生 即使是怨仇 都以同理心 同样的心 来爱念一切的众生 这对众生 不管是亲爱的 或仇敌 或者是中间 非亲非怨的 都同样 起慈爱的心 那么对于万物 他也不会吝息 不会牵探 因为他经常在修布施 慈戒等等 这些善法 又有大悲心 那这样子感德的果报 利益之巨 他都不会有所吝息 于内外所有 都可以完全布施 布施给众生 不管是外财 还有内财 都不会有所吞息 可以一切布施给众生 子宗说不喜因缘 他怎么样能够 布施一切而施给众生 因为他能够 于一切处一切种 于一切法中 不可得顾 就是不知所一切法 那一切法当中的我 或者是内法外法 与一切处一切实 或者各种方法来推求 其实都是自行不可得 既然是自行不可得 都是空 所以他不会吝息 知道这是无常 若行者出入佛法 用众生空知诸法无我 那么现在再进一步观法空 用法空来知道诸法即空 就是我空跟法空 彼此大悲心 及诸法空 这两种因缘 等于是有悲还有智 这两个悲智双运 能够不喜内外所有 全部拿来立众生 能够观空 就不起难行苦行之想 一行精进欢喜 就像人为自己 或者是为父母妻子 精进 勤生修业不以为苦 那如果有你我他的分别 若是为别人而做 可能会 就不是那么欢喜 这无欢心 苦行难行如后品 本身因缘变化 献受出生行中说 这个后面再谈 所以这里 怎么样来避免菩萨 起这个难行苦行之心 这里面提出了几个要点 一个就是起大悲心 以大悲心把所有的怨敌 也看成是亲人 这样的话就不会觉得 心里跟他有所过节 不喜欢 就是以大悲心 第二个呢 就以空的智慧 以空的智慧 我空 法空 众生空 那不会吝惜 以这一切物 所以要背之双命 那这样的欢喜心 以同理心 就比较能够 来立众生 就不会觉得难 或者是苦